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董事長我想外界很關心一個 非常及時的問題 因為你很快地要出國 那大家就談說 正式的兩岸赴談 可能是5月20號 人事任命出來 然後6月以後開始 但是你最近好像很快地 就兩個報導 一個報導是說 你4月20號就要去大陸 另外一個報導說 是4月底5月初 可不可以先說這個問題 請教一下江董事長 我是4月20號要到琉球 是要到琉球 過去我在進建會的時候 李總統要我加強跟琉球的關係 那最近有一個企業家 因此到琉球來受獎 我要陪他去 那麼這只有兩三天回來 那今後的行程 在我認定之前 我可能有大陸之行 我那個時用副主席的身份 來向大陸的台商做一個卸票 感謝的一個動作 那麼到時候當然大家會關心說 我會不會去談一些以後 馬總統的一些兩岸的一個推動事項 但這些事項過去都有人在談 而且我覺得原來已經談得 讓他繼續把它完成 真正要我出面的話 可能要等到海基會正式改組 雙方附談之後才有這個動作 所以你會不會見陳雲林 就是大陸方面也已經發布了 他們海協會的新任董事長 是陳雲林 那過去我想你們在國共論壇裡頭 也見過很多次面 這一次4月底5月初到大陸去 會不會私下 我想這不是密室協商 就是私下會不會跟他 有一些交換意見 來為未來的兩岸戶談 可以速度更快 準備工作更好 請教姜董事長 假如有機會的話 比如說我在南方 他有機會在南方才有這個機會 假如說在5月份的時候 目前台七年有一個週年慶 那麼可能在北京 台七年在北京 希望能夠邀請我去 所以我正在思考分成兩段 第一段就是假如4月底 能夠先到廣東 福建 上海這一塊 跟台商見面 那5月上旬到北京去 也許在北京可能比較有機會 可能到北京的時候 雙方見面的機會多 你自己的判斷按照現在的退國 還就會有最新改組 改組完畢又可以做好事務性的準備工作 讓兩岸你和陳雲林先生兩個人 握個手坐下來談話 像國安會談這樣行事 你覺得最早大概推估時程 我因為還只有目前的人事的決定 但是事實上我對海紀會的了解並不深 所以最近我要去拜會洪其昌董事長 那麼跟他交換一件 但是今後的發展可能要配合整個政府 他的人事 然後進一步來安排 所以我目前不敢去說什麼時候 但是馬線已經強調7月初開始 要進行週末包機 也希望能夠開放大陸公安課 所以希望在這個之前 恐怕要完成這些書面的工作 那個時候可能就有機會來見面 我想請教一下江銘坤 董事長 也就是說大概我們推估 因為你7月要完成 6月有一個起碼行事的負談 是很可能 不過你相信在那個之前 可能很多細節的民間 跟事務性的談判工作已經大致完成 那我來請教一個屬於你個人的問題 在這一次馬英九宣布人事案的時候 他是把你和劉兆玄先生 兩個人事案同時是宣布的 那之前你擔任葛魁的呼聲非常非常的高 那據我所知道 如果2004連戰先生當選 我想他沒有第二個時宜 他會選擇您出任他的行政院院長 那在民進黨執政的過程當中 我記得好幾次 他們都邀請你出任副院長 唐飛我記得是一次 你跟唐飛是老朋友 後來又有一次 結果當時國民黨都希望你落實政黨政治 相忍為黨 那不要到民進黨裡頭 當任他的副院長 所以你後來都基於國民黨 對國民黨的保護 在那個過程當中 本來你們覺得是替國家服務 那現在你一次一次的隨著時間過去 也比較高一點的年齡 就跟隔魁擦身而過 那麼出任海紀會董事長 你剛說這根本無幾職 那麼重要的工作 那麼大的工作 你也很難像孤老一樣 都交給底下的民主主長 你個人的感受是什麼 嘉房市長 不只兩千年四年 叫做兩千年年宵當選 大概我也有機會來組閣 在談會的時候 並沒有要我做副院長 沒有 是游錫坤院長 跟謝昌廷院長的時候 那麼游錫坤院長的時候 最主要是黨不支持 我的條件是黨要同意 但是當時黨沒有同意 國民黨 對 第二個 謝院長的時候 我個人沒有預言 是聯主席要我說 假如黨進黨出 你可以不可以來承擔這個責任 我說主要黨有決定 我可以 我是這麼答覆 後來國民黨跟民進黨 還有謝昌廷先生 協商的過程當中 他們不贊成用黨對黨 他們希望我個人去 那當然我就不願意 是這種情況 目前我想現在整個人事已經底定 我當然要全力以赴了 我也覺得說過去 顧先生跟彎大王先生之間的那種風範 那種這個深度 也許我們沒有辦法 但是從實務上要解決兩岸的問題 以過去我在國際上 還有國內經濟的發展 兩岸關係上我過去的了解的程度 應該可以來為台灣做一些事情 那特別是馬上要推動的 兩岸的經貿正常化 而第一件工作就是直行 公安課 那接下來還有很多 比如說金融業的開放 我們一直到現在沒有任何的成果 那這個工作可能要立即來推動 要不然時機一過了 台灣的金融業就沒有機會 所以很多人對於古老跟汪老的印象 就是還有包括連戰區 就是到大陸去擔任類似的職務的時候 要很會銀詩 對不對 要很會寫書法 但是你跟他們最大的一個差異是 你對所有的細節都很熟 今天王洪威女士 這個台北市市議員 他以前是聯合報經貿議題的主管 他說企業界的人 在所有的政府官員裡頭 向來最推崇的永遠是江秉坤 因為他們只要開口說一句話 他不用講第二句 江秉坤就知道他們後面談的是什麼 以前我們共同的老朋友 溫世仁先生在世的時候 他曾經跟我說 像江秉坤這樣的人 他不能夠替台灣的政府服務 對台灣人來講 是這個國家的恥辱這樣 那現在你出任這麼重要的 海基會的董事長 我就特別想幫您回憶一下 那個時候 你2000年卸任經紀會主委 那也來談一談台灣現在面臨的問題 下個禮拜大陸的富豪團要來台灣 那因為我看到各個地方的所有的準備 我發現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陸委會跟各種規定 他限制政府官員訪問大陸 然後每個訪問都要經過陸委會的批准 然後非常的麻煩 而且很怕回來被戴紅帽子 所以在這種情況裡頭 其實我們做政府決策的人 從國安會到陸委會 到各地方政府的相關的局所首長 對大陸事務是非常不熟悉的 那我記得在2000年 你現任經紀會主委的時候 那時候溫世仁帶著你 我不曉得我記得 好像是看昆山工業區 我當時在那個時候的文獻 想幫他訪問你 你給我用了一個字也說 你非常的震驚 對 也就是說你自己在台灣 你已經是一個對經貿 那麼熟悉的經紀會主委 可是因為沒有辦法親眼看到大陸的發展 所以做很多兩岸經貿決策的時候 其實並不知道大陸真的發展到什麼地步 等到你有機會再去的時候 其實連你都非常的震驚 那如果回顧那個時候你的震驚 現在我們在做這個兩岸未來的經貿的時候 對於大陸官員 以及做未來的大陸的很多相關的 對於我們現在這裡的官員 做大陸相關決策的時候 你會給予什麼樣的建議 請教江董事長 我想所有的官員 他主要的目的是為台灣的前途 為台灣的經濟發展 但是你要知己知彼 所以現在世界競爭 在大家最爭取的大陸這一塊 你必須要去了解 那麼過去從2000年到現在 我去了很多次 但是2000年的時候的感覺 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2000年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台灣還有機會 所以我回來就馬上主張說 要直航 要三通 我一再強調 當時我講了一句話 我說中國大陸有一天會變成 最大的經濟體 同時我講了一句話 我說大陸可能變成兵家必爭之地 結果都對了 都對了 但是那時候有人還是很大的批評 為什麼講這兩句話 現在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這七八年當中 大陸的速度那麼快 我們2000年有機會 現在已經沒有機會了 你覺得我們現在在大陸 反正我們需要的是陸資 來台灣 對 現在是台商在那邊發展 固然過去有先天之力 有地理之力 但是目前它的工資上漲 人民幣升值之後 在廣東那一代的台商 它慢慢的感覺到壓力 而最重要的服務業 我們現在有很多還沒有辦法進去 而且在很多地方 世界的500大跨國企業都進去了 那你今天要進去 再去跟這些國家的企業去爭取 已經直接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 對 這個是我很大的感觸 第二個感觸就是說 大陸的成功是靠什麼 我認為是效率 效率 效率兩個字 那效率兩個字當中 最大的因素是官員的態度 不管你是書記 不管你是鄉鎮的一個小的書記 你坐下來跟你談 一定談經濟 但不談別的 完全談經濟 而且每一個人數字都背得很多 數字都背很多 而且大家都有一個理念 要把經濟弄好 那麼這個過程當中 跟我們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的決策快 那決策快 因為他是分成負責 因為他一個 比如說一個市的書記 書記開會的時候 就裡邊的副書記 就是市長 人大這些都在一起 所以四維會開完會 第二天就可以執行了 我們這邊不行 我們這些地方政府 有很多要報到行政院 各部會很多事情 你還要立法院的同意 所以我們還維持這樣 三級四級政府 你覺得這個 不只是這個層級的問題 而是說很多這個 沒有辦法重複授權 沒有分成負責這樣 所以就造成我們的決策太慢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最大的一個困境 我做一個整理 所以江總長 你會不會認為 遲來的燕子 遲來的春天 已經未必是春天了 可能變成是秋天 那現在台灣跟中國大陸 從2000年你看到還有機會 更不要提1994年 你非常有遠近地提出 整個台灣要擔任 境外轉運中心 那其實我也很可以直接地說 當時你的境外轉運中心的主張 使得李登輝總統非常不喜歡 對你 很不諒解 那一個國家的經濟老陳 1994年得罪總統 因為提出境外轉運中心 跟當時的政治意識形態 你不符合 2000年你也對外講說 台灣在這裡還有機會 中國會成為最大的經濟體 兵家必爭之地 人們覺得你長他人志氣 仍然不願意面的問題 對 現在你再說我們的政府效率 不如別人 然後我們在那裡的優勢機會 在全球競爭裡頭未必是擁有 所以所有的問題 你都看得那麼清楚 都只在所有人的前面 你永遠不對原來的那種 政治上或者討好事情 做出妥協 你覺得像你現在 再跟社會 再又往前地說 如果你現在說2000年的話 大家會已經很滿意 可是你又走在前面 講這些話 那以這樣子 對中國大陸的瞭解 你會不會覺得 現在你擔任海紀會董事長 我們有很多兩岸富談 有很多新來的一些資金 有些新開放鬆綁的法令 可是台灣政府自己 必須做一些改革 否則未必會大家想像 那麼樂觀 請教掌明君先生 我是認為為時未晚 還是要掌握目前的這個機會 過去我談任何事情 我最大的厭願就是台灣經濟 能夠一直獨秀 然後讓台灣的老百姓 能夠安居落爺 所以所有的措施 應該是為了台灣經濟好 這個是最主要的關鍵 那今天我們還是為時未晚 那就是說 今天我們還有很多機會 主要是我們台灣的地理的位置 還有語言文化 其實可以扮演 容然可以扮演 很多企業進入大陸的一個跳板 也因此直行實現之後 再加上假如從單面投資 改為雙面的投資 我相信 對 將來台灣 容然是大家喜歡居住 喜歡投資的地方 我們應該掌握這個機會 讓更多的資金進來台灣投資 我問一個非常無情的問題 因為我非常佩服江米坤董事長 在很多台灣的政壇裡頭 大概少數我最佩服的人 這個我問你一個很無情的問題 很多人我說 那這樣的台灣會是什麼 我曾經在大選之前說 大家要注意 我們失去的 從1994年江米坤提出來的 境外轉運中心 到2000年所失去的這8年 我們總共失去了14年 對 這14年裡頭呢 台灣從可能成為 中國大陸這個經濟體裡頭的 我們如果用美國來想像 可能成為紐約 可能成為洛杉磯 可能成為舊金山 最後結論可能就是佛羅里達 我曾經做了一個 這個非常無情的一個預言 就是說 你可能變成一個很好的居住環境 很多人因為醫療在這個地方很好 就會願意回來這裡退休 然後這裡可能也變成 大家很愛來旅遊的地區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公司總部 就會覺得既然這裡很適合居住 所以有一些外商經理人 也願意把他的總部 設在這裡 那是所有的 你要當整個中國經濟體裡頭的 金融中心 你要當他整個中國經濟體裡頭的 重要的其他娛樂中心 恐怕都有困難 江總長 你會不會覺得我講得太無奇 不過我還是要對台灣有期待 第一個我們還是要 目前台灣的製造跟這個運籌能力是很強的 那你可以看到日本今天 他三萬多美金的國民所得 他的Toyota 他的汽車 他的機器都很強 換句話說技術是無止盡的 我們應該為了台灣的製造能力 繼續在投資R&D 開發關鍵領主建 甚至於從日本跟各國引進技術 讓台灣擁有這種技術能力 來維持我們製造業的競爭力 這是第一個我想應該來做的 第二個我想台灣有很好的人才 所以這些人才如何加強來培養 讓台灣不只是說能夠繼續發展我們的產業 那包括新興產業 現在馬先生提出來的 包括數位內容 包括生物科技 我相信台灣容來有很大的空間 來發展新興的產業 但最重要的一塊還是服務業 我是覺得我一直認為 比如說我想做的話 現在台商在大陸有七萬家 在東南亞加起來至少有十萬家 一個買主要去看台商多困難 不如在台灣弄一個很大的會展中心 台商都會來 每一個台商一個攤位 一個環間 那所有的全世界買主 只要到台灣來 就可以看到全世界台商的產品 把全球的台商都聚集在台灣當會展中心 我想這個工作可以讓台灣變成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地 變成接單行銷的一個基地 另外像金融產業我們是過去最沒有發展的地方 我們現在超過儲蓄至少有四兆以上 在海外的資金我想有四兆以上 假如我們能夠做一些措施讓海外資金回來 這一大筆錢的運用可能是變成金融產業最大的一塊資金 這個措施裡頭其實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一個就是你要減稅 因為我們現在相對於香港新加坡 如果以國際我們要跟人家競爭來看 因為我眼看著新加坡這幾年的崛起 它最重要的就是減稅減稅減稅 尤其是遺產稅跟所得稅減到大概都17 16%以下 那這個是謝長廷在這一次競選的時候 他倒是有提出這方面就是說 關於整個你的稅率 我不是要不公平 公不公平的問題 重點是它要國際化 可是當時我記得馬英九陣營裡頭的 財稅人家是反對的 他說這不符合公平正義 可是選舉已經過去了 我請教張米坤董事長 這是不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台灣如果不面臨你跟香港 新加坡 類似的稅率競爭的話 你其實很難讓海外的 台灣資金都不會回來 不要講海外的其他國家資金 馬先生已經承諾要進行 全盤線的租稅的改革 他還提到說 要把這個原理稅數多稅 降到20% 但是遺產稅的部分它沒有明年 最主要是這個必須要有共識 所以將來可能你不得不要碰到這一塊 那我個人是認為目前的遺產稅 的確讓資金外流的 最主要的因素 所以應該適度的來降低 但是降到什麼程度 我相信有必要大家來共同來討論 我覺得這個部分馬英九 應該不要在乎這是現行情的政見 反而應該把它納入自己的實證考慮 對 它一定會納入整體的考量當中 來推動 我們今天現場訪問的是 新任的海籍會董事長江炳坤 我想許多人聽到他剛才 包括回顧過去 包括他對未來的很多期望 一定很希望將來台灣的政壇 出現更多的江炳坤 今天的廣告我們回來請教他 台灣現在在兩岸副談裡頭 其實要談直行跟大陸觀看客 都不是太嚴重的問題 真正的關卡是大陸有多少善意 讓台灣可以加入全球重要的 國際經貿組織 尤其是攸關台灣跟亞洲地區的 一些自由貿易協定裡頭 最重要的組織東協加塞 但是回來我們請教新任的 在海籍會董事長江炳坤 雖然很多人將未來的兩岸副談 放在一些焦點性的國際組織 像WHO或是WHA的參與 但是如果比較了解 未來兩岸走向的人 大致都會同意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就是兩岸最重要的 今晚談判 它的關卡就是大陸會不會釋出善意 讓台灣也加入 在2010年即將全面運作的 東協加1跟接著來的東協加3 先告訴大家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台灣在過去這幾年裡頭 關於自由貿易協定落後多少 這一段給大家做整理 待會兒特別來請教一下 江炳坤董事長 首先是這個禮拜一最新的消息 日本這個全亞洲最大的經濟體 它已經在星期一的時候 正式和所有的東協國家簽署了 自由貿易談判 FTA相關的協定在2008年的年底 就要生效 10年內雙邊的貿易90%都要免除關稅 那麼關於這個議題呢 可能對很多觀眾朋友來講 是個很生疏的話題 可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它決定台灣未來整個國家 在經貿議題發展的生與死 我先請劉易如教授 他在禮拜天的時候 上文件小微大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學者 他可以把很困難的問題 用非常前行的方法解釋 我先把他在我們節目上頭 對於台灣自決於自由貿易系統之外 可能產生的隱憂所產生的 他的解釋 我先讓大家了解 回來請教一下江炳坤董事長 我們過去八年真的是鎖國的情況之下 實在很少注意國際上發展的情況 我不曉得到底台灣有多少人知道說 其實WTO它的多哈回合 是在前年的7月就已經停掉了 那停掉的意思 現在到底世界上 這個WTO會不會恢復談判都不知道 那這個重要性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說我們好不容易 那麼努力加入了一個WTO 那是我們終於在國際經貿舞台上 有一點點機會的時候 人家就停掉了 這個組織要不要繼續都不知道 那不知道以後 到底全世界都在幹什麼呢 人家都在做FTA 就是國家跟國家之間 兩個國家也好 十個國家也好 組織很多很多的小圈圈 那麼都講好說 我們小圈圈之間 我們彼此免關稅 所以人家都在做小圈圈的時候 我們在幹嘛 我們沒有 只有我們沒有加入小圈圈 我們看一下這個東協的 東協其實說東協加一 這個就是2010年 那麼這是東協的十個國家 加上中國大陸 他們彼此之間 基本上就是免關稅 那麼除了這個之外 在這個2012年的時候 是東協加三 就是除了這個東協 再加上中國大陸 再加上日本 再加上韓國 所以大家通通都組成小圈圈 2011年的時候 還有印度也是加入 這個東協加印度 所以表示這個 全部都加在一起之後 你想想看到2012年的時候 所有這個東協加上這四個國家 其實它的人口達到全世界的一半 人家都在免關稅 只有台灣出口是要關稅的 所以我想這個問題 其實是我們看到過去 我們也必須持平的講 為什麼我們加入不了 因為大陸阻撓 它一再的阻撓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加入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是我們真正考驗 也看得出來說 大陸對台灣 到底這個善意 是不是非常直接 還是說只讓我們這個 只有跟大陸來往 我想這是不夠的 來我想留意入教授的問題 請教嘉明君董事長 你的感受 不一定是大陸阻擾就不能克服 我們WTO 為什麼大陸也阻擾 我們還是進去了 但是這裡邊有很多是自己的因素 因為我很早就重視這件事情 所以在1999年 我在紐西蘭參加APEC領袖會議的時候 我就拜託吳祖東 我跟他說我要跟你簽FTA 新加坡當時的總理 對 他說經濟上沒有問題 政治上有問題 但是2002年 我在去看他的時候 他跟我說 你們現在變成WTO的會員 我用WTO的教告跟你簽 我可以抵擋中共的壓力 這麼簡單 對 但是你們政府要改名字 要證明 我知道當時 國安會秘書長邱宜仁 堅持用台灣的名稱 所以這個事情 其實不能只有怪中共 我們自己要採取務實的態度 也因此我始終認為 我們要趕緊跟新加坡來回復談判 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 對 因為為什麼呢 你看日本 像加一這個是很難的工作 但日本還是從新加坡開始 新加坡完了之後 菲律賓馬利亞幾個國家 看新加坡可以享受免稅代 他也急著跟日本簽 所以他完成 今天我們跟新加坡簽的時候 其他的東西國家趕緊會跟我們簽 因為已經有例子在那邊 所以最重要是名稱要務實 你覺得 我們在WTO的時候 是用台本金馬關稅領域 刮湖簡稱Chinese Taipei 所以你用Chinese Taipei沒有問題 可以做得到 假如那個時候那個完成 今天我們很多國家都已經簽署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關鍵 第二點我們在2005年聯服會的時候 我們要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當然我們也了解說 我們要跟中國大陸 將來有一天要進入FTA 但是那個時候FTA是協定的意思 所以後來才用一個名稱 叫做共同市場 這個是這樣子來的 當時的目的就是 我只要跟你開始做這個動作 東南亞認為國家不要擔心 中共會反對 因為我們跟中共在談 這個目的其實當時的政治行業 是在這個裡面 所以您特別回憶 即使在2005年的時候 即使作為一個反對黨 你們開啟國共論壇 那個時候都還在注意自由貿易協定 如何要突破困難 所以你們用了一個名稱 其實就是自由貿易協定 但是叫做共同市場 那這次選舉呢 因為校外廠也主張兩岸 共同市場 就成了全面攻擊的一個對象 但是你基本上就是提醒大家 兩岸很難用FTA 一定是用共同市場 可是當你在跟中國大陸 談共同市場 其他東西就不會畏懼中國大陸 跟台灣的自由貿易談判的協定 就會非常快 當然共同市場 它是最終的目標 我們現在用的是 叫做經貿正常化 用正常化 像日本它是用EPA來帶過 其實什麼名稱都可以 最主要是兩岸能夠開始 關稅的減免 因為台塑李董事長跟我說 現在我們原料出國到中國大陸 要6.5%的關稅 假如將來韓國跟日本東協 尤其東協 現在跟它已經免關稅的話 對 將來台灣就沒有辦法競爭 它已經感受到這個壓力 連奇美也這麼說 奇美她說我今天 你說奇美需要弄 對 她說將來我的很多的產品 銷到中國到底要關稅 不如我把這工廠搬到東奈亞去 我就可以免關稅 你就開始發生這個貿易移轉 投資移走的效果 所以企業本身在政府 如果沒有能力完成 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它不只是到香港去掛牌 它就會整個只好移走到東協去 然後用東協所享有的 自由貿易裡頭的免關稅 沒有錯 來面對他們未來的全球競爭 就會影響在台灣的投資 所以對台灣來講 這個實境有多緊迫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觀眾朋友 很可惜就是說 台灣整個社會在爭論一些 非常無謂的假議題 然後對台灣將來的真正在 全球的競爭跟愛台灣的發展裡頭 真正關鍵性的議題 他其實是不了解 也完全陌生的 所以我幫觀眾朋友問一下 張董事長一個問題 你期間算廣告 像我現在看到日本 你年底就簽完了 對 那韓國是去年跟美國簽完的FTA 我還可以告訴張董事長一個秘密 有一次我訪問韓國的時候 我們的駐韓代表 我跟他說你們不憂慮現在 美國跟韓國在談自由貿易協定嗎 你不憂慮他一旦簽成了 我們跟他已經落後了這麼多 可是總是一個競爭的經濟體 我們怎麼辦呢 結果我們台灣的駐韓代表很大聲 他是個好人 但是他就很大聲的他們整個代表 都跟我吵架 他說FTA是沒有意義的 是毫不重要的 韓國跟美國簽這個東西 對台灣一點影響都沒有 就是說我們自己的駐外單位 他對這方面的經貿嘗試 對 這怎麼辦 不只是駐外代表 當然他簽有可言 我記得有一位金建委主委 還是強調界點 不要去理他 但是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我一個朋友專門出口到智利 智利 但是後來智利跟韓國簽訂 自由貿易協定之後 就不再向他採購 因為太貴了 改向韓國採購 因為他那邊沒關稅 你剛才提到這90% 日本對東協十個國家 立即90%是免關稅的 將來會增加到93% 那麼東協對日本當然 10年之內會增加到90% 這個馬上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絕對會影響大家 從台灣進口的意願 那假如進口沒有辦法 有一個競爭力 大家都不肯在這裡投資 所以連日本的簽訂 都會對我們有影響 對 因為現在韓國跟美國簽 現在韓國出國到美國 每關稅 我們要關稅 那將來我們的廠商 現在還有13% 我們的出口到美國 就會受到韓國的競爭 當你失去競爭力的時候 你怎麼辦 失去競爭力的時候 所以我們有多少時間 你自己判斷 其實現在已經有點來不及了 沒有太多時間 其實沒有太多時間 因為韓國已經跟美國簽成了 日本現在也簽成了 所以我們根本不是說 還有兩年三年 我們其實就立刻 現在必須要馬上簽訂 很多自由貿易協定 因為這個會影響到 我們的出口競爭力 那後來是我們的企業 紛紛外移 甚至於很多企業 不肯在台灣投資的原因 就在這裡 那就會影響整個台灣經濟發展 所以我們對於企業外移 一直把它罵成中國的便宜勞工 或者是罵成中國人 搶從我們的工作 其實你覺得這裡頭 大家不知道的原因是 自由貿易協定本身 使我們的關稅 這個關稅現在到大陸去 或到美國去 它的關稅有多高 我們比較幾含 但每一個產品都不一樣 但是至少對於美國 或者大陸比較 大陸當然關稅一般比較偏高 美國比較偏低 但是主要有保護性質的東西 它都有關稅 假如它變成零關稅的話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因為我們現在電腦產品 它已經薄利時代 是不是百分之一 那你一個百分之一的關稅 你就受不了了 最後請教一下當總部長 另外一個領域的問題 就是兩岸負談 這一次你跟陳雲林 兩個人的人士 都在馬英九上任之前 就已經雙雙被中國大陸 跟被台灣方面 都各自官方都把它公佈了 那跟很久以前的 孤王會談 一個最大的差異 就是孤王會談 李登輝是要先派密使 就蘇志成跟鄭淑敏 然後接著是香港會談 最後孤王才在新加坡 93年的時候 兩個人就先握個手 然後才開始完成了 第一次的孤王會談 那這次你們雙方邪述的時候 因為台灣自己 跟中國大陸的接觸 有點期待又很怕手 有傷害 所以大家就會說 不可以再搞密室的密使協商 那你們未來的協商 會採取什麼樣的方法 一方面讓很多談判 可以進行的又快又迅速又有效率 可是另外一方面 它又使得台灣這種很不安 然後很恐懼的這種心裡頭 不會懷疑這裡頭有什麼密室交換 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安撫 我想跟孤王會黨的時空背景 不一樣了 這十多年來我想這個敏感度 已經大大降低 比如說聯合會已經談到 兩岸的九二共識 以及恢復談判平等 還有甚至於合併協議 這些文字都出來了 同時包括現在的這個小副總統 當選人到博豪去 其實兩岸的這個政治的議題 它的敏感度大大降低 但是反過來 經貿議題越來越多 而這個經貿跟過去十幾年前 經貿的關係又不一樣 現在我們面臨的困難就是說 今天我們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越來越深 如何讓目前這種變成 對台灣有利的機會 那就是剛才講的直行 觀光 還有資金進來 這個對台灣經濟有利的事情 如何把它盡速的完成 當然在完成的過程當中 我們當然會重視 國內的同胞的感受 國家的尊嚴 但是最關鍵的就是說 如何對台灣經濟最有利的方式 讓它完成 這個就變成一個實務上 要發揮很多精神的地方 跟過去的國安法 那它完全完全不一樣 這個未來你在主掌海集會 那包括我們海集會的官員 跟還有包括像陸委會的官員 他們其實因為這個身份的關係 他們其實比台灣任何人 都需要了解大陸 同時因為這個身份的關係 他們比台灣大多數的人 都沒有去過大陸 台灣很多人在中國大陸到處旅遊 他可能知道鳥巢怎麼回事 水利方怎麼回事 北京的文創產業怎麼回事 然後北京的所有的新鮮的建築物 然後蘇州大科劇院 他們都看到了 可是我們的陸委會官員 跟海集會官員 剛好就是完全沒有辦法眼睛 真正地經歷過 所有中國大陸的各種發展 那哪怕我在文青市 周報做很多報導 我就舉個例子 台北市政府有一個官員 他跟我是好朋友 他常常看世界周報 結果他被邀請到北京去訪問 他說他霜 其實他看了才是一小塊 他就很霜了這樣 所以未來你在改組海集會裡頭 恐怕你假如有這麼多的經貿議題 那你們的成員要對台灣的企業很熟 要對國際的企業很熟 要對這些事情非常快的上軌道 這對比來講 是不是也一個很大的一個行政革新 請教一下張董事長 我相信一方面政府改組之後 官員的心態會更開放 他們也了解我們馬修的政見 所以會積極來配合來推動 我也希望他們有機會多多去看 去到大陸去 這個是大陸去看 了解大陸的一個進展 我們去看的目的就是 來看看我們的機會在什麼地方 但是反過來我們可以 哪些地方我們可以來改進 我想這個都是有助於台灣 主體性的一個建議 所以你會大幅度鼓勵你的手下到大陸去 跟以前完全相反 我的孩子手下可能只有講這個海機會 海機會本身 那當然他工作上需要 一定要多多來往 將來甚至於陳昀寧先生都可以過來 更多的那邊的政府國員過來 然後讓兩岸的這個經貿正常化 就不會產生很多的隔閡 很多的不同 所以如何讓這個兩岸能夠 加強這個雙贏 互動的這個關係 我相信對台灣 對大陸應該都好 江總長您剛提了一個遲來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還記得第二次的 國王會談是1998年 當時留下的結論是 孤老跟汪道涵說 有機會到台北來走一走 那政壇上一直有一個揣測 認為說兩國論的發布 就是為了阻擋汪道涵可以到台灣來 所以如果說你可以 不只是說未來談判 是在中國大陸 可能更好是在台北 會不會 大家會很驚訝看到一個 六月恢復的表演 會不會根本就在台北 然後把1998年 當時對汪道涵先生的邀請 現在改成對陳昀寧先生的邀請 但是後來並沒有成功 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已經就在考慮了 何況他 那個時候是國台辦的主任 將來他是變成海峽會的話 我相信應該是 比現在的生活應該比較簡單 所以將來不妨兩邊 來舉行這種會談 第一次會談在台北 不一定要在上海或是在北京 第一次會的會談在台北 可能對台北人來 這是最放心的一個選擇 我們非常謝謝新任的 海峽會董事長江炳坤 他在百般的繁忙 跟面對一個完全新的 兩岸局面裡頭 到我們的節目來接受專訪